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因想解约离开乐华尹热议。 他近两年放慢工作脚步,追求艺术和个人成长,但公司因财报压力劝他继续工作。 王一博与公司关系紧张,公司正努力挽留他。 最近娱乐圈风波不断,事业挺多的。 几天讲个王一博的瓜,他最近跟公司有点不愉快,想解约走人了。 作为乐华绝对的摇钱术,王一博一哥的地位是很稳的。 公司能上市,王一博也是功不可没的。 现在的内娱,是个流量就敢说自己是顶流,但王一博这个含金量肯定要更真一点。 所以他在乐华里绝对有发言权,而且还很重。 而他这两年的工作速度是明显慢下来了,估计事前赚够了。 一人不就这样呢,如果金钱已经变成数字,他就会追求点新的东西。 王一博这两年突然开始反省自己的生活,觉得每天在舞台上嘻嘻哈哈的很不够水准。 再加上这几年拍电影跟一帮搞艺术的聊不少,可能听了不少鸡汤,就开始有追求了。 落实在行动上最大的改变就是王一博拍戏变少了,溜了一年多的那个人鱼其实没有开机。 投资这一块一直出问题,但他偏偏要死磕,空着档期等了快一年,最后不得已才放弃的。 虽然王一博改为对接其他的电影,但也没有能立刻进组的项目。 而他最近那个探险综艺,播出效果也非常一般。 但由于王一博自己喜欢,还投资去拍,算是他的一个爱好而已。 这些其实都没啥问题,个人有个人的选择,但公司做不住了,摇钱树不干活财报的多难看。 但王一博毕竟是顶流,公司老板不但得忍,还得能忍。 但他的团队就惨了,经常被骂。 所以王一博最近想解约了,股份直接折线,想去竹梦演艺圈了。 至于公司,当然不能同意了,谁想摇钱树飞了啊。 所以现在是一通劝红,琢磨着还想让他开演唱会。 王一博全力筹备个人演唱会,音乐盛宴即将起目。 王一博宣布将举办个人演唱会,全力筹备中。 他精选歌曲,与知名制作人合作,打造视听盛宴。 舞台设计将新独运,服装多变迷人。 粉丝期待见证其闪耀与辉煌。 娱乐圈内掀起了一股热潮, 人际偶像王一博宣布即将举办个人演唱会。 这一消息瞬间点燃了粉丝们的热情, 大家纷纷表示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见证这场音乐盛宴的璀璨绽放。 为了呈现出一场完美的演唱会, 王一博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筹备工作中, 他深知此次演唱会的重要性, 因此对待每一个细节都力求精一求精。 从选歌到编曲,再到舞台设计, 王一博都亲自参与, 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能达到最佳效果。 在选歌方面, 王一博精心挑选了一系列经典作品以及即将发布的新歌, 旨在为粉丝们带来一场无与伦比的视听享受。 他还携手知名音乐制作人共同打造演唱会音乐, 力求在音乐上给粉丝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 舞台设计方面, 王一博的团队也是降薪毒运。 他们不仅注重视觉效果, 更将舞台设计与音乐完美融合, 力求打造出一个既美观又富有感染力的表演空间。 此外, 王一博还为演唱会精心准备了多款造型独特的服装, 旨在展现出他多变而迷人的风格。 对于粉丝而言, 这场演唱会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他们不仅能够现场聆听王一博的动人歌声, 还能近距离感受他的舞台魅力和独特气质。 因此, 粉丝们纷纷表示将全力支持王一博的演唱会, 为他加油助威。 王一博个人演唱会的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能在这场音乐狂欢中, 共同见证王一博的闪耀与辉煌。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音乐盛宴的到来吧。 UNIQ组合真的不得不解散。 挂个名头, 靠着王一博。 UNIQ组合疑似解散, 周一轩发文港海。 成员王一博发展顺利, 组合难回巅峰。 网友感慨一难评, 认为成员发展不同导致解散。 组合解散成娱乐圈遗憾。 UNIQ这个曾经备受瞩目的男团, 最终还是走向了解散的结局。 周一轩在微博上发文称, 聚散中有时, 再见亦有期。 这短短几个字, 蕴含着无尽的感慨与不舍。 UNIQ的Best Friend, 中文版, 曾经在无数粉丝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那动人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UNIQ组合真的解散了吗? 这个问题困扰着众多粉丝的心。 曾经, 他们以独特的魅力和出色的舞台表现征服了观众, 然而如今却面临这样的结局。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一难评。 确实, 这个组合的现状让人唏嘘不已。 仔细想想, 如今这个组合似乎确实已经名存实亡。 虽然还挂着名头, 但实际上已经和解散没有太大的区别。 王一博作为组合中的议员, 如今在娱乐圈发展的风生水起, 而组合却难以再现昔日的辉煌。 有人认为, 或许正是因为成员们各自的发展道路不同, 导致组合无法继续维持下去。 曹成衍也曾发出疑问, UNIQ不得不解散。 这其中或许包含着太多的无奈和遗憾。 王一博和李问汉出道的这个组合, 承载着他们最初的梦想和努力, 却终究敌不过现实的种种因素。 从娱乐圈的竞争激烈, 到成员们个人发展的机遇不同, 种种原因交织在一起, 使得UNIQ走向了解散的道路。 这不仅是粉丝们的损失, 也是娱乐圈的一种遗憾。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